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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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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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新推出的8个色套中除了有Kat非常擅长的珊瑚橘红色调OR1 也有适合日常的大地米色BR1和奶茶色BR2 那也有一些像NVE、PKE以及PUE 这类型像独角兽一样的梦幻配色 那如果你喜欢特殊色的话 也可以参考OR2以及YLE这两盘 它们有开架眼影非常少见的绝类黄绿色调 所以还蛮值得关注的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上妆的步骤 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们分享 暗电光感双色眼影和它的特别之处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眼妆全素的状态 首先眉毛我们要使用的是 双用立体眉彩笔 W锐角扁平心限定组的眉笔 先用眉笔这端来描绘眉中到眉尾的轮廓 因为它是这种扁平的笔心 所以它用来描绘眉尾这种尖尖的弧度还蛮好使用的 再抓出眉峰的位置 然后轻轻的把你想要的眉型给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再用另外一头的眉粉轻轻的填补眉头的地方 可以由下往上轻轻的带 最后再用限定组里面的3D时尚眉彩膏 来处理眉头的毛流感 轻轻的由下往上梳就可以了 这样子左边的眉毛就完成啦 看一下对比 右边还没有画眉毛 左边是眉毛已经完妆了 那两边的眉彩都完成之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高中站电光感双色眼影盒 要使用它来完成今天的第一个眼妆 那这款眼影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质地 非常的服贴 所以不管是用指腹沾去还是你搭配刷具 它都蛮容易去抓粉的 所以它不太会有掉粉 还是不服贴的问题 那首先呢我要先以指腹沾取 眼影盘中的这个浅色来上妆 先用眼影盘中的浅色 打亮眼淘到眼中这个地方 你看它真的只是轻轻一拍 它上面的亮粉啊亮片几乎都服贴上去了 眼下也没有什么掉亮片 所以它服贴效果真的还蛮优秀的 我觉得也是赶时间的时候用 就算你手边找不到刷具也没关系 你只要这样轻轻的抹一抹 拍一拍就可以了 稍微再叠个第二层增加亮度 在眼中这个地方 再搭配一只这种比较圆锥型的刷具 沾取深色 对上下眼尾的地方来加强一个深邃的效果 如果希望颜色再重一点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少亮多次的慢慢的去叠加出它的饱和度就可以了 下眼尾的地方也用同样的深色轻轻的带过 再来呢一样搭配是比较圆锥型的刷具 沾取浅色 轻轻的打亮握蝉这个地方 如果想要增加一点无辜感 可以在眼球正下方 就是你握蝉中间的这个位置 把它打亮一点点 握蝉就会比较明显 再来用凝色柔滑眼线脚比 从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后眼尾轻轻的往后带一条眼线 再慢慢的往前描绘鲜接就可以了 不用太错 因为这个眼妆我不要希望呈现适合日常的感觉 所以有点隐形眼线的效果就可以了 最后上下睫毛都用双重记忆眉睫的旋翘膏刷上就可以了 那眼妆就完成了 在这个眼影盘它除了当作眼妆使用 你可以当作大亮 你可以准备一支就是你习惯的大亮霜 那我的话呢 是习惯选用像这种跟肤色比较相近 带有一点米色调的颜色来当作大亮 稍微沾去一下 然后你可以针对颧骨轻轻的扫上打亮 有没有 这一块就亮起来了 所以它除了当作眼影也可以当作打亮使用 我觉得还蛮多功能的 就是带一点到你的鼻梁啊 鼻头都可以 这边有打亮 有没有 这块亮度还蛮明显 那这边有打亮 就会比较平面一点 那因为这款眼影它本身的妆感 就是属于那种亮片一闪一闪比较明显的 所以你搭配在这种就算比较日常 比较大地清淡的色调妆容 来使用这种打亮效果的话 也会让你的妆感变得稍微有点小华丽 小精灵的那种效果 所以当打亮的感觉 我觉得也蛮漂亮的 最后唇彩要使用的是 迷你怪兽吉尺色唇膏 这款唇膏刚推出的时候 讨论度真的很高 因为像疫情期间 口罩真的是不要随便脱下来 但是偶尔也是会有脱下口罩 喝水还是吃东西的那个时刻嘛 我们都会希望说 我今天眼妆底妆夹材材都很完整了 可是如果不擦唇彩 好像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还是会希望脱下口罩的时候 至少整个气色妆容看起来是完整 但是又不希望唇彩它不够防沾 反而让你的唇边变得很脏 还是唇印沾的口罩里面到处都是嘛 所以这款怪兽吉尺色唇膏 它的防沾效果真的还蛮好 那这款呢 它是迷你珠光限定色 所以它的妆感一样会稍微带有点透明感 跟一闪一闪的亮片效果 我觉得跟今天的眼妆还蛮搭的 包装上面有很可爱的小怪兽插涂 而且它的体积真的很小巧 所以像有时候你戴那种小肺包啊 也可以随手的把它塞进去 进一看它的切面就会发现 它里面有很多细致的小亮片在里面 刷起来的质地手感也是很滑顺的 它的润泽效果还蛮好的 然后你看虽然说刚刚进一看 有很明显的那种亮片感 可是整个推开来说 它的亮片是很细致的 不是那种很华丽的舞台效果 所以我觉得放在唇彩上面 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夸张 那种透明度效果非常的好 好那现在唇彩已经完成 我现在帮大家示范一下 我会沾口罩的效果 这是一个干净的口罩 就是你正常的戴口罩 然后讲话的话 再把它拿下来 你看 口罩里面是干净的 所以那种防沾效果真的还蛮好 不会弄得你的唇边脏脏的 你要会还蛮糊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唇膏还蛮适合 疫情下的现在来使用 那这样以大地色为基底 有点闪闪发亮的妆感就完成了 稍微带有点透明度的妆感 它也会稍微减弱光泽眼影的侵略感 反而让你的妆容感觉 看起来更无害 也更精致一点 再来示范蝶菜的效果 首先使用创影立体眼影盒中的 雾面打底色 暈染整个眼窝 再用同一个雾面色 带到卧颤以及下眼头的地方 再来使用眼影盘中比较深一点的雾面重点色 压强暈染在眼尾的地方 再来用沾垫光感眼影盒里面的深色 右边这个重点色 轻轻的叠加在刚刚的雾面色上面 再来用指腹沾取这个有点偏光感的绝绿色 轻轻的点亮在眼皮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绿色我觉得超美的 因为我很少会画冷色调的眼妆 但是这个绝绿色它里面带了一点那种土黄色的色调 不是那么完全偏冷的绿色调 而且那种偏光感的效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开架里面很少见的调色 再来用一个海绵眼影棒 使用同一个颜色在窝尘的地方轻轻的戴过 一样可以稍微强调握蝉最肥大的这个位置 让它有点亮亮的 最后使用BR1里面的这个浅色 针对眼头以上眼皮前段的地方做打亮 最后再局部点亮握蝉的地方 眼影都完成之后呢 一样使用凝色柔滑眼线脚皮来描绘眼线 一样沿着睫毛根部的地方轻轻的描出眼线就好 那越靠近眼尾的地方可以让它稍微有点往上飞扬的弧度 如果平常上班眼妆不敢太夸张 你白天可以先用创影立体眼影盒上妆 下班后参加尾牙还是约会 你可以再用占电光感双色眼影盒叠加 去增加那种闪亮的感觉就可以 好那两个妆了就都完成了 那这个占电光感双色眼影盒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体积很小巧很好携带 再来就是它的妆感很好操作 今天就算你是带在包包里面 然后你想要下班补妆 可是你忘了带刷剧液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记得把你的手洗干净之后 这样轻轻的按压曲粉再拍在你的眼皮上面 它一样可以呈现一个很服贴 然后很显光泽的妆效 所以我觉得不太会因为有没有刷具这一点去影响它的妆效 帮它加了还蛮多分的 再来就是它稍微带一点透明度 bling bling的水光感妆效 我觉得还蛮适合放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也就是现在 因为新的一年开始可能都会想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啦 或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想要华丽登场 我觉得还蛮适合使用这种闪亮亮的眼妆 画完眼妆之后真的会让自己有种莫名心情愉悦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那如果想要当作打亮的话呢 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它本质就是眼影 而且是走那种亮片感比较明显的眼影 所以如果你期待它是像那种曝光型打亮的话 它不是那个路线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像小精灵还是独角兽 那种散落在你颧骨上面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打亮妆效的话 就可以尝试把它当作打亮来使用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当眼妆 也可以当眼影这一点也是加了还蛮多分的 以上就是利用战店光感妆色眼影和示范的两个眼妆 以及产品特色的分享啦 也欢迎大家留言 你们比较喜欢它单叉还是叠叉的效果 那如果对它有兴趣 都可以到开架通路去试用 感受一下那个很特殊服贴的质地 那我觉得它那种稍微带一点透明度的水光妆效 也是真的还蛮少见 至少在开架品牌里面是真的还蛮少见 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难得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